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兰花视频时间 今天讲的是关于浇水的一个问题 兰花能不能浇半截水是男友经常问我们的一个话题 因为有些人说兰花浇半截水会导致烂根空根各种现象 半截水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在浇水的时候没有浇透花盆 只是浅层的盆土被浇湿了 这叫半截水 其实在自然界我们在世外养的兰花 因为夏天遮阴网的缘故呢 它大多数时候下雨所淋到的雨都是半截水 因为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浆雨量 只是偶尔每隔一个多月它会下一次大雨透雨 能把花盆的盆土淋湿浸透 从盆底流出水来 这呢并不多 每一个一两个月一个多月一次 那么半截水对兰花究竟有多大的危害 让兰友这么害怕半截水呢 其实半截水本身它并不可怕 如果你在家中养兰花 你给它浇半截水并不会有问题 但是要记住不能长此以往 不能长期使用半截水 兰花长期使用半截水会导致什么样的不良症状呢 首先啊它这个花盆盆土呢 湿度不均衡 下半截长期存于干旱的状态 那么蓝根它就不愿意往下扎根 因为蓝根它有一个天然的驱水性 哪个地方湿润它就会往哪个地方去延伸 那么蓝根它只能集聚在这个上半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呢 甚至形成飞根撬出花盆外 这么导致蓝根的生长空间越来越小 第二个呢 长期浇半截水它会引起你的误判 什么叫误判 因为你浇浅沉水以后 这个上层的蓝根和炉头能吸收到水分 所以短期内蓝液不会出现不良的症状 长期以后呢 这个下半部的蓝根空掉了 当你发现蓝液出现状况的时候 可能就已经为时已晚 还有一个就是蓝花的根系的生长 旺季它会排出很多的废弃物 我们在前面的一个视频讲过 浇透水的原理就是要把这些废弃物给冲洗出去 达到一个清洁花盆 盆土环境的目的 你如果长期的浇半截水不浇透水的话 这些废弃物全部聚集在这个花盆中 它们会引起蓝花根系的腐烂 这是半截水的几个危害 当然你在家里时不时浇一些半截水 但是只要你每隔一个月左右 给它浇一次透水 这个蓝花它不会出现问题的 在生长旺季这个期间可能会收短一点 比方说20天给它浇一次透水 其他的时候呢 我想浇的时候就浇一些浅诚的水 这不会出现问题的